收到Email的時候呢 我把事情放在刑事裡面來 那這波刑事 我這邊可能要先把這個 先關一下 這是你們公用過來的 先公用過來 我先關一下 這樣太多了 不過你看到這個 因為大家名字都一樣 剛剛沒有 疏忽了 請大家用School 來 喔 他給我最高權限喔 所以才會在這裡喔 這個是給我最高權限喔 這個也是喔 那這個 就剩下這兩個 張文國也才能關掉 好 這個是我的行事例 對不對 來看喔 好 這個老師呢 先來 修燕老師呢 來 大家跟我聯絡事情 我把這件事情寫在哪裡 從這裡 從這裡 有看到右邊嗎 這Gmail點起來 我把這件事情放在哪裡呢 好 敲在27號 那先指個時定吧 上午11點點這裡 我喜歡勾全天啊 那接下來他所有事情 我就隨便打了 那可能那天要做什麼 要去上課啦 或是要討論什麼的 再來點儲存 那看一下 標題會不會抓到這裡來 這些都可以改 所以等一下呢 他Email的標題 修燕老師這個標題呢 來 我可能會把 在相關這裡全部放在這裡 我才知道什麼事情 也許這邊呢 都可以改 儲存 都可以改 儲存 在哪一天 27號 所以在日曆的27號 8月27啦 比較 你看了嗎 來我再做一次齁 當你要寫信給我的時候呢 我再點一個 來 這個 好 這個 看喔 從哪點 這件事情 我一樣是記錄在27號好了 27號點 隨便點一個 我喜歡 比較喜歡用全天啊 不用全天 譬如說11點到12點呢 來 我把它加進來 接下來呢 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就把內容 想要跟我聯繫的東西 全部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我形式力就有了 儲存喔 儲存喔 那標題再看一遍 他Email的主題 就在這裡 27號喔 來 關閉囉 所以在27號 你們看到這上午11點 因為11點到12點 我比較喜歡色塊 只有全天才會顯示色塊 如果是幾點到幾點 就像這種的 你看懂嗎 那幾點到幾點的時候 上午11點的時候 我這個標題來不及看 就躲到後面去了 我比較喜歡什麼 你給我看全天了 可以改 全天 那全天的話 就不會出現幾點到幾點 那標題這邊就比較清楚 OK嗎 這是在做的時候 來 待會請各位示範一下 人家寫信給你的時候 直接點起來 從這裡就可以 加到你的行事力了